要开始录视频啦 拿起我的粉光板 哈喽 大家欢迎来到小明的频道 我是小明 在我的频道里呢 我会分享一些美妆护肤和生活类的视频 然后如果你也Speak English的话 Also check out my English channel Miss Ming Lifestyle 在我的英国 channel呢 我会有除了美妆生活 还有会更多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Clean with me 还有一些What I eat in a day 还有一些关于Study with me 就是我现在在北美读国师嘛 然后有一些就是学习上的经验 我很多都是用英文的方式来做的 所以在我的那个英文的主要频道 好 我们废话不说先就开始吧 像今天呢 想在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发一个就是Sephora打折的 一个种草 拔草这样一期视频 耶 之前用过的一些不停回购的一些产品 就是我非常非常就是我的最爱 然后也希望能推荐给大家 今年的这一期打折 打打打打打打 是如果你是入职的话呢 是从 Friday November 1st 去 Monday November 11th 入职会员打的是八折 是从这周五 就是我要赶紧把这期视频剪出来 然后如果你是入职的话 你周五就可以跟我一起去Sephora啦 我打算是星期五一打折就冲进Sephora去抢货的 就我的 因为我想分拍购分享嘛 所以我可能就会miss很多cashback的deal 然后如果你是普通的Vib 或者是beauty insider的话呢 是从星期四 November 7th 去November 11th 星期四到星期一相当于就是有一个weekend可以去抢购这样 所以接下来我分享很多产品 如果你是你只是Vib 或者beauty insider的话 就是我其实也是很建议你从官网 或者是Nordstrom之类的网站去购买 因为我觉得Sephora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各大国主都有抱怨 但是我真的觉得以后我可能会更多的在澳大买东西啦 我以前就是如果你是入职会员的话 你有2500分是可以用2500个积分换购100块钱的购物券 但是我去年是换了 然后我很开心我用那个购物券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很多东西吧 但是今年就是我也攒够了2500 然后我想我去换一个吧 然后我发现没有了 这个选项没有了 然后后来我就上网查 然后发现很多小伙伴都有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就发现是Sephora特别是Sneaky 他们说我们每周四会更新我们的reward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换完了就没有了 我星期四要讲课 我星期四九点讲课 然后他九点更新那个reward 那我怎么可能上班 嗨 class Welcome to my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omprehensible input Hold on Let me check Sephora reward Not going to happen 所以我觉得Sephora真的是越来越坑了 就感觉对消费者 我觉得这是一种欺骗 就是你先告诉大家 你如果有2500分可以换什么东西 然后之后你又不把这个option available 我觉得这是消费者欺骗 所以我觉得对Sephora越来越失望了 如果就是我在接下来就是给大家种草的一些产品 如果你们可以在Alta或者是在官网或者Northstrom买的话呢 其实我更推荐在Northstrom和Alta买 因为Alta的Point Policy非常好 就你随时随地攒够机面就可以换15刀 30刀 15刀 20刀 25刀 25刀 然后最高你可以换到50刀这样子 唉 真的是 首先先吐个桃 如果你也发现Sephora这个坑的话 尽情留言 我们一起判Sephora 首先呢 第一个重场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Kiehl's Kiehl's的打折刚刚结束 他们家刚刚打8折 如果你miss了这个deal呢 也可以在Sephora打8折或者85折的时候购入 其实8折和85折如果你100块钱的东西可能就差5块钱 其实还好啦 这个是我的长期长期回购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痘痘机 然后有很多的hyperpigmentation就是痘印的话呢 就是可以用这个Kiehl's Clearly Corrective Dark Spot Solution 这个呢是真的可以correct我的hyperpigmentation 就是有很多产品都是说可以做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真的很有用 而且我认识很多就是和我一样有痘痘的人 就是他们也都很推荐 所以真的很推荐 好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呢 也是Kiehl's家的产品 这个呢就是我感觉好 就是Kiehl's的口碑一直都很好 看到很多博主都会推荐Kiehl's 但是呢这个感觉就没有什么人讲 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是Kiehl's的Gingerleaf and Hibiscus 读不了这个词 重新来 这个是Kiehl's Gingerleaf and Hibiscus Firmin Mask 这个是一个Overnight Mask 我的这个是一个小样 但是我有可能会在Sephora或者是Northstone回购 这个其实还没有办法 这个特别精用 这个小样现在见底了 我大概用了一个月 每天都有使用 也不是每天吧 一周用五次 有的时候会忘记 真的很精用 这个超级好用 这是一个就是Overnight Mask 就是你晚上最后一步 就是我一般都会把它放在床前 而不是放在树上台上 我放在床前 等我其他的护肤品都吸收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脸上 然后就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了 时候真的脸皮肤会变得很软很滑 然后痘印也会有改善 就是真的感觉有那种抗老啊 然后再加上平滑啊 Skin Texture的功效 这个是我觉得我用过的 Overnight Mask里面最好用的 真的是最好用的 所以真的超级推荐 Sephora打折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miss的那个Kiehl's的20% off的话 你也可以买这个 在Sephora买 或者在Northstone 接下来呢 有两个产品也是Kiehl's的 但是呢感觉不是 就是感觉就是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使用心得 你们就是买不买是你们做决定啊 第一个是Kiehl's的Cream Eye Treatment 这个呢是他们家大名品里的 牛油果眼霜好多人推荐啊 真的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刚上大学没有没有没有 刚上研究生的时候 这款特别火特别火 然后大家所有人都推荐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 入过的第一款眼霜 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款眼霜 然后我当时刚买的时候觉得还好 最近用起来就感觉 它的Texture很奇怪 它的Texture就是 不是很好 晕开耶 你们发现了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 他们家的批货不一样 你们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款这么火 它怎么晕都是这样子 也许他们家有残次品吧 但是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晕不开 晕不开 但是他们家的补水效果真的还好 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Oh my god 我真的老了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的话 就是你不需要抗老 你是只是希望眼下滋润的话呢 就是你有黑眼圈什么的 这款其实还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晕不开 所以我应该不会再回购了 除非它打很低的折 然后跟它一起的呢 就是这个 Avocado系列的 这个Avocado Mask 这个也是在今年 对焦对焦对焦 这个也是在今年夏季打折 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一款 这一款呢 就是它特别火之后 就是大家学到 就感觉这个世界都在卖 这一款面膜 然后买完之后 就发现有很多吐槽的声音 吐槽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一款的texture 也是有一点奇怪 对不对 你们看 就是感觉涂不匀啊 你要涂好久 然后你要用很多产品 才可以用很厚的一层 所以呢 就有很多吐槽的声音 然后我在网上 我在官网看了一下 然后我在Sephora看一下 主要吐槽的声音 就是它的texture 嗯 这个点我是很同意的 我也觉得这一款面膜 它是很奇怪 有点不像面膜 但是 我可能不会回购了 但是我并不觉得 它是一款雷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完它 它确实会让我的皮肤变软 就它确实会deliver 它的product claim 它的product claim 是 smooth and soften skine so basically it's to hydrate nourish and soften the skin 然后这一款呢 就是不太适合油皮 因为它用到脸上 有点油 但是avocado 也是比较油脂类的 一个水果 fruit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也是 就是 可以意料到的呀 所以这一款可能 不太适合油皮吧 但是它确实 非常nourishing 非常hydrating 而且呢 它非常smooth 而且用完了之后 我的脸真的有变软 所以呢 这一款并不是雷品 但是我应该是 不要 不要focus在我的后面那一位 所以 还是在focus在后面那一位 所以这一款 我应该是不太会 回购了 所以 感觉他们家的avocado系列 并没有说 我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呢 其实还不错啦 Pharmacy的这一款 卸妆膏是我在它 夏季打折的时候 就开学前那一周 打折的时候 入的 Pharmacy的 cleansing balm 这个我已经用了很多 快要用完了 然后我剩了一些 专门给大家讲 大家看快有空瓶了 这一款的卸妆膏呢 我觉得确实是比 Drunk Elephant的那一款 要好 就是用这款卸妆膏 去卸眼睛和唇部的话 它是可以卸掉的 就是你并不是需要单独的眼唇卸妆液 去卸你的睫毛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一款的 但这一款的缺点也是有的 就是它并不是很精用 Drunk Elephant那一款 我用了很久 就是我用了大概有六个月 中间可能有一两个月 我穿我没有再用吧 但是基本上有四个月吧 但这个感觉三个月就不见了 所以这一款呢 可能一个是量稍微小一点吧 还有一个是它确实没有特别精用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卸妆膏呢 可以在评论栏里推荐给我 下一款推荐的就是这个 在这里 就是First Aid Beauty的产品 如果你的年龄段是在20到30岁之间呢 我是很推荐First Aid Beauty这一款 这一系列的产品的 如果你年龄已经到30岁以上的话呢 我感觉他们家的产品可能对你的改善并不是很大 因为First Aid Beauty主要我感觉他们家的亮点就是hydrating 但是并没有说很多抗老啊或者之类的 这一款呢是他们家大名品里的 不要focus后面那一位 First Aid Beauty的Ultra Repair Cream 然后这个是 allergy tested, fragrance free, safe for sensitive skin no parabens, harsh chemicals and colorants 这一款呢真的是非常的适合敏感肌超级适合 当时我痘痘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当时就是真的 因为有很多就是我会pick on我的acony 就是我会抠我的痘痘 然后它皮肤会破嘛 然后皮肤破了之后你用一些产品 就是有一些 fragrance的产品或者有一些酒精的产品就会刺痛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 这一系列的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 豆豆肌非常适合敏感肌 非常适合干皮和混合皮 还有普通的皮肤 如果你是大油皮的话 可能稍微有一点too rich 这个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提亮的功效 因为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licorish root 这个是有提亮的一个功效 是dermatologist recommended 然后它还有这个collodial oatmeal 这个东西是一个active ingredient 反正我也没有pr 我这种小视频小频道 这个ultra repair cream 这个真的很好用 这个强烈的推荐 然后下面的这一款呢 是ultra repair hydrating serum 这个是一个他们家的serum 这个serum的质地呢 是非常的clear 大家看是一种褶泥状的serum 然后如果你是油皮的的话呢 非常非常推荐这一款 因为它真的是那种instant hydration 然后完全不泛油 但是如果你想看老的话呢 基本上也没有这个功效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呢 是这个pure skin face cleanser with antioxidant booster remove surface oils make up dirt and cream 这一款呢 我也非常推荐 我第一次用他们家的东西呢 也是在我的好朋友家 哈哈哈哈 在他们家洗澡洗完身 然后我发现 诶这个还不错诶 这一款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很多的泡沫 就是而且它非常的gentle 就是真的是那种 非常适合敏感肌 然后而且非常适合用clear sonic 如果你有一些facial brush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配合你的clear sonic 因为它会起很多的泡沫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用clear sonic比较适合cleansing 所以这个搭配clear sonic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搭档 当时呢我是买了一个 他们家的套组 然后他们家每年 他们家每年sephora打折呢 其实都是会有套组的 不过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 可以买套组 我觉得比较划算一点点 但是他们家也是有一个雷品的 就是也许我的雷品不是你的雷品 所以呢就是如果我每次抱怨 某一个产品如果是你的最爱的话呢 不好意思了 也许是我们的皮肤的肤质不一样 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们家的 Ultra Repair Instant Oatmeal Mask 这个是他们家的面膜产品 首先呢他们家这个面膜呢 的texture也有点奇怪 但是呢非常可以理解 因为是Oatmeal嘛 然后他们家是想 Health Nourish Rejuvenate Safe Sensitive Skin 他们家确实这个 如果你有敏感肌的话 用这个确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款产品 就是它没有任何优点 就是它用完了 并没有让我的脸很软 它没有让我的皮肤变软 也没有补水的效果 也没有提亮的效果 就是你们用完这一款 是什么感觉 我可能用了面膜跟没有用 其实没有很大区别 因为刚用上的 刚用上的时候感觉 好像就是里面有一点油脂 可以加一点 Nourishing我的皮肤吧 但是把它洗掉了之后就没有了 就皮肤没有改善 皮肤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这一款就是你想当于 相当于用了等于没用 当然了就是也没有对我皮肤 产生什么不好的变化 开始讲我们的化妆品 就是我的种草法草化妆品 好 我们开始玩了 好 首先呢给大家种草一下 就是长期回购 每天使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感觉入了 完全不会采雷 我觉得90%不会采雷 除非你的皮肤和我的皮肤 差的太多了 也许会吧 就是It Cosmetics家的产品 这个我可能今年会再回购 这个是他们家的 It Cosmetics CC Cream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色号 如果你的皮肤的色号 和我的脸颜色很像 我是黄掉一白到黄掉二白 取冬年和夏天 冬年我的皮肤白一点 夏天可能比较黑一点 这个是我的色号是 Fair Light Fair Light 对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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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 Light 好这一款产品呢 真的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粉底 Yes 最好用的粉底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粉底呢 首先是full coverage 你用的这款粉底 完全不用遮瑕 真的完全不用 而且它这个finish 虽然是比较偏mat 但是呢是有一点光泽的 就是那种又hydrating 又mat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他们家这个粉底呢 还有anti-aging 不是粉底啦 CC cream 他们家这个CC cream呢 还有anti-aging hydrating serum 就是非常滋润 他们家这个粉底 CC cream真的非常滋润 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还有SPF50 UVA UVB 是Broad Spectrum 就是有防晒系数 但是我还是推荐你 再先用一款防晒 然后再用这个 会比较好 这款粉底呢是有缺点的 第一款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像比如说这种studio light 如果你希望打光 或者是去出席晚宴照相 就是那种flash photography 千万不要用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防晒 是物理防晒是会反光的 所以不适合你出席这种 就是night event 就是不适合flash photography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你一定要set 如果你不set的话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有防晒的成分 又有serum的成分 然后所以呢 它在你的脸上是会移动的 所以呢 就是就要用这款粉饼去set 它的这个CC cream 所以呢 它是有两个小小的缺点的 其实那个也不算缺点啦 就是因为它的产品很好嘛 就是它要如果要 起到很多的功效的话 它肯定是有利有弊的 好 这一款非常推荐 然后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皮肤感觉 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是喜欢 只涂一个有色防晒 Tainted sunscreen 然后再涂一个遮瑕 而这个遮瑕呢 是我当时买的一个小的mini size 然后没想到它用了一整年 但我用这款粉底的时候 是不用遮瑕的 所以我并不是每天都用 我只是在想 今天不涂粉底的时候 才会用遮瑕 遮一下痘痘和眼下 这个呢是 E-Cosmetic Bye Bye Under Eye Correction 这个是 Full Coverage Anti-Aging Waterproof Concealer 它确实 是deliver到它所说的 Full Coverage 而且呢 它在眼下并不会拔干 我不觉得会拔干啊 但是我也不是大干皮 所以 take my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它确实是waterproof 就是我会用它去锻炼健身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我的眼下遮瑕还是在耶 然后呢 它确实是完全遮瑕 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遮掉 这个呢 有一个 如果你想买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店里买色号 因为一般情况下 就是像我买粉底 买Fair Light 大家会想到 我买遮瑕 也买一个Fair Light吧 但是不是了 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色号非常浅 是偏浅的 所以我其实用的色号是 light medium 我觉得light medium 我用就够了 如果你想稍微再体谅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用light 但是千万不要用Fair Light 就是会太白了 所以色号一定要去店里试 然后呢 跟他们家比较在一起好用的呢 就是这个 It Cosmetics Bye Bye Pores的这个粉饼 这一款粉顶呢 也是真的非常好用 其实我是没有怎么用这个粉铺的 我是基本上用美妆蛋 但是这一款呢 就是你用它来set 你的粉 你的粉底 真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他们家还有一款是 loose powder 我去店里没有找到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 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好用吧 因为可以就是出门携带呀 所以非常推荐他们家的东西 也是一个有利有利的一个产品吧 就是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然后大家觉得如果看自己的一些购物需求来买 这个就是BECCA家的这一款 指纹收集器 是这种loose powder 这个呢 是BETA Hydra Mist Set and Refresh Powder 这一款powder呢 是非常的神奇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把它盖紧了 要不然它那个就不会酷 这个呢 不会酷 就是 它的粉质非常的细 真的非常的细 不过这个还很难开 然后里面有一张纸 粉质超级的细 不知道我就觉得能不能看到 然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它里面是有一个网的 它真的这个网可以筛出来的粉 真的特别细 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到时候重新possession一下我的camera 这一款真的是 如果你找一个 想找一款粉质很细的 loose powder的话 非常的推荐 他们家的优点呢 是你用比如说美妆蛋 蘸一些这个东西 就是不要用刷子哦 就是我一开始用刷子 就有点浮粉 然后我发现要用美妆蛋才好 要用美妆蛋 然后蘸一点 然后放在脸上 它瞬间就会有一种 把水往脸放上的那种感觉 是那种水水的凉凉的感觉 所以它那个 这个粉应该是有 里面有一种东西 就是你跟空气接触 会吸收空气里的水 然后把空气里的水 转化成你的脸上的水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 散发就是吸收一些热量 然后它吸收热量的时候 你的脸上就会凉凉的感觉 对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 虽然我现在变成了学教育的 但是我还是知道 这基本的这么过程 反正这个还是很 使用感受非常好 然后呢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 如果你用它set你的脸的话 它确实你的脸 你的妆效会持久很多 它并没有任何的遮瑕力 然后它完全就是translucent 没有颜色 但是它确实会帮助你的底妆持久很多 他们的缺点呢就是 你千万不要用它set你的 under eye 因为它的这个粉呢 并不是会没有任何 提亮的功效 它反而会让你的 under eye area发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这个化学变化吧 或者是它这个 本身的translucent powder 就是那种 肉色的并不是那种白色的 所以千万不要用它来set under eye 可以用它set全脸 然后再用一个其他的 比较提亮的粉 然后来提亮你的眼下 所以如果你想眼下提亮做baking的话呢 这一款并不能做baking 所以是有逼有逼的 就是一定想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beauty blender的粉底 这个包装非常的不好 就是会搞得很脏 就是会这个结果 但是呢 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 这个是beauty blender的Bones Liquid Whip Longwear Foundation 这一款就是我今天用的 它真的非常好用 它是mat finish 而且遮瑕是中度遮瑕 可以遮住基本上的痘液 然后呢 它非常的long wear 就是你越出汗 它的妆效就越好 非常适合就是油皮混油皮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 它可能稍微有一点发干 它是mat finish 所以呢 这一款就是你越出汗 它的效果就越好 好 今天的眼影盘呢 其实出了很多 比如说ADH New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出了新的一系列的眼影盘 它有Norvina Pro Pigment 但是那个Norvina Pro Pigment 并没有很 并没有很种草啦 然后还有Soft Glam 那一款我还蛮推荐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 它们家又出了很多就是小的那种 Norvina的九宫格 就是九个 Mimina Norvina Mini Pro 但是呢就是它们家出了很多就是不同的 就是把很多唇头放在一起 什么Pro Pigment 就是很多选择 还有或者是九宫格 就是Travel Size 或者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些眼影盘里头 我唯一最最最最最推荐的就是 Actual Norvina Palette 这一个真的是我用过所有眼影盘里头 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可以用的一款眼影盘 就是这一款就是你适合出去玩 也适合上学上班 因为里面有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 其实是非常neutral的 然后这两个颜色呢是非常俏皮可爱的 然后又有一个Base Color 我也在Hit Pan了 然后呢这两个颜色比较Warm 很适合秋天 今天我其实就有用这一个 比较暖的颜色 而且它跟每一个搭配呢 就上面这个全都是 全都是Glitter 这些Glitter 你大家看就是每个其实都可以用到 发现了没有 并没有说很夸张的Glitter 唯一这个比较深的我不怎么用 但其他我基本上都用了很多次很多次 所以Norvina 就是这个Actual Norvina Palette 真的是非常适合入 我知道今年新出了很多的什么Norvina mini Norvina Pro 但是我感觉那些全都没有这一款更日常一点 所以非常推荐 然后Huda Beauty也出了一些新的Palette 然后一些旧的Palette 我可能就不会讲了 然后我今年入了Natasha Denona的这个Sunrise Palette 然后我看到很多Natasha Denona家的Palette在打折 他们家的粉质非常好 但是这个Sunrise Palette我发现 我每天只是在这个地方在使用 我并 我有好几次的就是在尝试这个粉色 真的太不日常了 所以如果买Norvina 买Natasha Denona呢 就是我适合就是Sunset或者是Sunrise Palette 可以选一款 然后再入一款就是比较Nude的 或者是比较冷色调的就够了 并不适合每一款都买 我今年发现了一个新的Hidden Gem在Sephara 就是很多中国的博主并没有讲 然后最近Rainey在讲 然后呢就draw my attention 就是这个Violet Voss的这一款 他们家有很多眼影盘了 但是就是他们家的眼影盘就是在Sephara 你基本上不会draw my attention 因为他们家包装特别低调 而且如果你看这个包装是纸壳的 非常的cheek 但是其实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带它出去玩啊 旅行非常轻便 你带在包里它都没有很沉 这可能就超级轻 这款呢就是感觉包装没有ABH的那么 那么 就是吸引人的眼球吧 非常好看 乍一看感觉颜色没有什么惊艳的 但是他们家的粉质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我感觉他们家的粉质和Natasha Denona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非粉情况并不严重 大家可以看 因为它这个是黑色的包装 非粉的话就很明显了 然后而且这一款就是这个 specific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的常用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 哇 这个而且这个颜色 哇 Swatch一下 哇是不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Dusty Rose 是我的长期最爱 就是非常的日常 就是他们家的颜色就是感觉 比Natasha Denona的颜色要日常很多很多 就是虽然你可能拿到颜色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每个颜色都可以用到的话呢 确实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里面相当于是每个颜色我都可以用 包括这个绿色其实我也有用 我会把它打在眼角上 和这个黄色的够的配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这个橘色就感觉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 所以真的是Hidden Jam 但我之前并没有说很关注这个品牌 Violet Voss 没想到他们家的粉质这么好 而且颜色也很日常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入了Fenty的这个 Mini Duo的这个Bronzer Fenty家的东西真的质量还是蛮好的 这个Bronzer看似来特别warm 但是非常好晕开 你只需要一点点 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是个黄调皮肤的话 粉调和黄调都可以用 如果你是冷白皮的话可能不太行 大家看就是你很好晕开 并不是说会不自然 我一开始会以为不自然 但你们发现晕开了之后就感觉很自然 就是如果你是黄调皮肤 黄调一白黄调二白的话都还好 如果你是冷白皮的话 这一款我就不是很推荐 然后Fenty Beauty的东西 这我感觉比Nars的Laguna的质地要好 Laguna的颜色虽然很好 但是我觉得晕开晕染度并没有Fenty的好 我觉得如果比质地的话 我觉得Fenty完胜Nars 我虽然也很喜欢Nars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刚开始用Nars的时候觉得很好 但是后来货比三家看了一些很多其他的大品牌 就感觉Nars就有点一般般了 所以非常推荐Fenty的东西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一个比较Warm tone的妹子 好这期视频没想到就很长了 我本来想在这期视频里做两个题目 一个是分享一下我对一些以往购入的视频的使用心得 然后再可能讲一讲就是今年新入 的一些产品和gift set的一些分享 然后没想到这个光讲心得我就讲了30分钟 所以呢我打算把这个视频分成两个 希望大家check out我的part 2 就是今年的一些打折的信息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好在我们结束视频之前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跳那个小铃铛 而且check out my other sephora hauls 就是以前我购入的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我part 2 of this video 就是我在今年的这些视频里 我比较推荐的一些东西 和就是一些evaluation of the gift set 希望对大家也有一些帮助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ismillah by bismillah by bismill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